為什麼你買股票總是一買就跌 為什麼值檔升遷總是輪不到你 我對科技也悲觀很久了 我五年前出了一個百頁報告 叫台灣再見 我差點被請去喝咖啡 那你都說台灣再見的台積電還可以再買嗎 今天我們就找來被外界稱為 最懂鴻海的外資首席分析師楊映超 不只要破解華爾街金銅的投資心法 還要教你年年加薪的值檔成功數 讓你在40歲提前達證 享受財務自由 去年楊昂哥講說 2019年的投資要保守保守再保守 是 今年真的是這樣子嗎 因為這個情況其實越來越亂 而且越來越悲觀 是 其實有很多數字也可以看出來 而且很多股市大師 像那個喜樂教授 就諾貝爾獎金教授 也警告很多年了 因為第一個我們從2009年到現在10年 都是牛市 通常牛市不會這麼久的 差不多7年就會結束 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這是有點久 另外的話很多數據都看出來了 所以現在川普才急得要減利率 通常是經濟好他會升利率 就是一兩年開始升嘛 因為經濟好起來了 不過他們突然發現經濟不好 所以趕快要降 就怕會有經濟衰退 是 那很多黑天鵝 像中美貿易戰 忽然跑出來 對 然後川普也喜歡亂講話 天天的 對 所以就很多黑天鵝 來造作很多不穩定的一些東西 那脫歐最近可能真的要發生 聽過脫歐 然後你看還有負利率出來 對 然後看債券那個什麼 所謂的什麼倒溝 那個叫那個 那個 Inverse Eo Curve 就它Eo是反的 很多情況看起來是不太妙 那可是不穩定的因素這麼多 為什麼今年美股還是創新高 而且美股也創新高了 他不懂 對 所以很多是人為的因素 所以很多我數裡有談到就是說 其實 要抓 市場是很難抓的 所以我覺得資產分配最重要 你要抓市場所謂的Market Timing 進出的點是很難抓的 就像小路您講的 其實 這麼壞的情況 為什麼股市漲這麼多 有幾個可能理由 第一個股市是往前看 所以很多可能二三年前後 我們看不到股市先反映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利率低 那就是人創造出來的 你利率低 你錢沒地方跑 只能跑股市 第三個就是川普減稅 這個也幫大家嚇一跳 川普減稅的話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所謂的PE 就是本益比 本益比的話 你一減稅 你的EPS 每股獲利就往上跑了20% 那股價理論上就跑20% 所以很多是人為的因素 所以經濟不好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經濟學家 包括總統或什麼 那個中央銀行 知道怎麼對變 或怎麼樣先應變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所以真的很難抓 而且大家說 股市不好講很多年還是創新高 所以我還建議說 你資產分配好 你就不要管股市高低啊 什麼匯率啊 什麼貿易這樣 就放在那邊就好 是 然後就是不需要太煩惱 可是呢 像這裡面 就是我們這幾年看到 就是台灣的科技產業 實際上從2017年到2019年面臨很多挑戰 那楊大哥被財經界認為是 被最懂鴻海的投資者 分析師 那你自己在看鴻海 你現在的看法還是一樣樂觀嗎 鴻海我覺得應該區間操作 區間操作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不會大漲 也不會大跌 所以我打個比方 假設說鴻海的標準價假設是80塊 那70就是超低可以進場 90就可以賣掉 我覺得它是區間操作 因為短期看不出特別利多的東西 對 因為鴻海的公司太大了 太大的話就是 事業體 對你要很大的新產品 像下個iPhone 才能把它整個業績拉起來 你光是一個小單子是沒有用的 是 不過他的公司體積夠好 也不需要怕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很穩 然後他像股息發的也不錯 不過哲星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科技業 我對科技業悲觀很久了 我五年前出了一個百頁報告 叫台灣再見 我差點被請去喝咖啡 沒有喝咖啡 喝咖啡喝茶 因為我對台灣非常的悲觀 因為我們看科技業看這麼久 台灣這十幾年的榮景 是因為代工 對 代工是因為大陸 那大陸代工從2000年到2010年 這十年真的很好 2010年就開始發現 發生一些很不好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升值 是 人民幣升值 代工的成本優勢就沒有了 對 另外的紅色供應鏈 台灣能做 像大陸都能做 大陸現在除了台器件做不出來 現在全部做得出來 包括面板 那組裝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台灣公司其實壓力蠻大的 所以我對台灣的產業一直很悲觀 從2011年開始 所以才出那個百頁報告 另外的話像我們在全球跑錯都發現 現在成長最快的是什麼呢 AI 對 軟體 雲端 無人駕駛 台灣都沒有 都沒有 台灣都沒有 對 台灣就是成長都看不到 像美國股市所謂的FAN 五大股票 都軟體啊 台灣還是硬體為主 所以台灣我是一直很悲觀 就除了台積電之外 可能洪海大力光 這三家科技公司其他的話 基本上都是賺辛苦錢 而且越賺越少 那我們就來講台積電好了 它其實最近股價表現真的是蠻好的 那是不是跟貿易戰帶來的轉單效應是有關係 這個想法是對的嗎 其實沒有什麼轉單效應 沒有轉單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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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所謂轉單就是說 你大陸有關稅嘛 然後大陸拿出來做 因為大陸關稅很重 拿出來做 就在台灣嘛 對 因為大陸沒有金援單 對啊 那這樣就不是轉單了嗎 所以沒什麼好轉單 因為大陸本來就沒有東西可以轉 因為大陸不做金援單 因為大陸本來有做 轉出來就要轉單 大陸沒有金援太多 所以是本來就是台積電在接國際的單 對 那如果說它現在可能就是整個產業在萎縮 所以 或者是整個產業會好 我覺得台積電股價創新了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就是說 你熱錢沒有地方跑 我們就回來剛剛講到說你利息低 利息低的話 對只會股市 銀行也不行 債券不行會股市 那股市能選的就是那幾次 所以外資只能進台積電 因為它夠大 它有流動性 第一個 那台積電當然是產業龍頭沒話講 然後台積電的競爭者越來越差 它以前兩個大競爭者 一個叫 那個叫Global Foundry 我還那邊服務過 他IB也買過來 那三星也不行 所以台積電是越做越好 不過連台積電的成長也慢慢下來了 就跟鴻海一樣的問題 你工資太大了 太大的話 你每天要成長是很難的事情 而且就這麼多生意 所以台積電開始發股息了 對 你看到每一季都要發一次 對 其實你科技公司發股息不是好事情 你看微轉 微轉那時候大成長的時候是不發股息 因為它成長的話 它不需要發股息 因為沒有成長的 只能靠發股息來支撐股價 所以我說不是好事情 就是說它不成長 那大家發股息不是壞事情 不表示它成長有限 工資夠大 而且台積電的顧客已經搶單 搶得差不多了 就是有點脾氣太來 該搶都搶到了 那就是跟著市場成長 市場成長也不是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轉單效應的話 對科技業 就是從半導體 尤其台積電是沒有轉單效應 那從大陸出來的很多是像製造的 像組裝的 像鴻海 像有時候像那個iNet 蘋果電腦會在美國組裝 這個就是轉單效應 只是說所謂的轉單效應 在大陸是廣達座 在美國還是廣達座 所以它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也沒有什麼轉單效應 那你都說台灣再見了 台積電還可以再買嗎 台積電就是 台積電三價 還是可以買就對了 因為反正也只有這三價 台積電是可以買 繼續買 不過我不建議買個股 我書裡有講 我建議買ETF 指數基金 我常開玩笑 我的職業15年是做分析師 我是專門挑股的 連我挑股我都是說 不要買個股 因為挑股真的太難了 我知道挑股難度 要花很多時間還不一定對 所以買大盤最好 買大盤最好 對 不管多好的公司 你可能記得2003年 有個公司叫安隆 對不對 多好 對 巴克來前身是雷曼 雷曼多好 雷曼兄弟 你買 對不起 你買個股太危險了 買大盤 雷曼哥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 實際上就是選個股 是一個非常難的 為什麼 是 因為選股的位置數太多了 位置數就是 你要預設它的營收 它的營利 成本 什麼市場 什麼川普 就是很難預知的 預知川普最難了 即使看著財報 也沒有辦法 因為財報是望後看的 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 望後看是沒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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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望前看 預設才有價值 不過預設太難了 望後看是完全沒有價值 所以要望前看 所以我們差開玩笑就是說 很多人開車 是看那個後進開車 這是最危險的 要望前看 是 那玄谷有一個迷思 就是 你猴子選 有50%的機會 對 對 然後你設標有50%的機會 所以很多人把運氣當作實力 實力 對 是這樣子 我連對30億我很厲害 根本是運氣 所以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覺得很厲害 根本都是運氣 我們常開玩笑就是 假設我要當個壞人 我要 騙人投資股票 你知道我怎麼會怎麼做嗎 我會找32個人 然後打電話 我分一半 16個人我說買 16個說賣 對不對 一半一定對 對 我再一次做下去啊 做第五次那個人 哇你好準 連中五次 所以我說真的 很多買股中 真的是運氣 那我當分析師 我就很清楚 我就常講 我是學電機的 我在什麼IBM 電子工作那麼多次 我全世界的資源 連我可能中八成的 十支只能中八支 因為太難 這樣子也很厲害了 對啊 我很辛苦 所以我現在我不挑股票 因為我知道 要花很多時間 買大帆 因為我現在 我覺得吃喝玩樂 比較重要 這個真的是很辛苦的 是 那我的客戶 就所謂的基金經理人 就他投票選第一名 是基金經理人 就我們想跟他報告 那我知道 其實基金經理人 其實厲害的不多 所以你的 你的基金 你去買基金 80%以上 都是跑速大盤 啊 有20%是很厲害的 只是那20% 其實不好找 是 而且很少 是 所以我才建議就買大盤 對 你去買基金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跑速大盤 而且基金還有費用 嗯 像有一次我記得我去倫敦開會 我跟開會 我就先坐下來開會 那我的客戶 基金經理人問我說 買什麼股票好 嗯 那時候我不敢講 我隔壁的人就 我同事就講國劇 啊 國劇喔 然後他就出去了 又回來 我說去哪裡 他下了幾億訂單 就聽一個字就下訂單 我說你這樣做決定了 嚇死人了 當然我們很高興 接到生意啦 我說那你 你基金人你也不做功課 你就聽我們講一句話 就去買股票 然後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去義大利有一次 他基金人 他給我 他的Portfolio 他就他20張 20隻股票 再一張紙 然後就給我們 就我們八話 有 就打勾打差 然後他就這樣照買 我們 我看都會嚇到 我是這樣做 這錢是這樣做的 對 所以就是說 好的也有 那 不好的也有 那 就跟挑股票一樣 其實經營人80%是跑不贏大盤 其實很多數字都可以看得到 那現在 既然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已經前景暗淡了 那我小資組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布局 去做資產配置呢 好 幾個重點 可以大家考慮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都知道股市 賺錢賺的比較多 只是股市波動大 對 所以股市要看長線的 是 所以就看你年紀 假設你是30歲 30歲的話就是說 30%買債券 70%買股票 是 那50歲就是50歲買債券 就你的歲數當債券 其他買股票 就你越年輕股票越多 因為你有時間可以等 你年紀越大股票越少 因為債券是比較穩 是 你買債券是為了保值 收那個 股息 股息 對 那股票是為了成長 你原因越大的話 保本重要 OK 所以第一個 基本概念就是 越年輕股票越多 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要分散風險 分散風險 所以買指數 我很建議買美國的指數 美國的指數 就標股500 對 就是SPY嘛 標股500 SPY 然後Dao Jones Dia 背板 Dia 然後QQQ 就是NASDAQ 我覺得這三個非常好 我自己就買這三個 台灣不是不好 不過你看台灣長線圖 台灣基本上是不太長的 就是 從一萬點掉下來又回一萬點 就是你買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是 那台灣 因為台灣很多是科技業為主 科技人不成長 很多傳統產業 其實因為台灣市場太小 你買美國股 美國股市 因為他們是 股數又多 又健全 而且是全世界的生意都有 是 會是比較穩一點 楊大哥講到分散風險 你在書裡面 是不是有提到一個概念 叫債券T 對 這個是您怎麼觀察出來 得到的一個現象 是 因為我是股票分析師 我對股市 股票很熟 我的債券比較沒有那麼熟 所以之前在研究債券 發現有這個名字債券T 我打個比方 像你買債券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買 所謂的 投資型債券 就不要買Junk 不要買垃圾債券 對 然後就是Triple B B以上 B以上 對 三個B以上 就是要投資型的 是 然後 第二個的話就是 打比方你一年的債券 差不多一%利息現在 一年 假設一年 五年的話 現在可以買差不多3%左右 所以這樣買五年比較好 也可以3% 這問題是說五年 你就前鎖五年 萬一你要用錢 不就麻煩了 對啊 所以我就債券T的概念 搭比方來講 我的錢分成五份 每一份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第一年的話 五份就買這五年的 第二年呢 第二年我一年的債券不到期了嗎 這錢去買五年的 所以我永遠是買五年的債券 永遠是3%的高利息 然後每年都有錢用 就像樓梯一樣 是 債券T 這樣的話 我是每年有錢用 每年可以拿到 五年的3%的好利息 而不是一年的1%的利息 這樣是最高的方法 如果說我們要選股的話 對 那我們除了 因為我們常常在想說 外資報告怎麼樣 外資報告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去了解 我們去懂外資報告 那這些分析師 楊大哥是絕對是可信的 那其他的分析師 有時候 我聽說過還有公讀生寫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判斷呢 因為每天那波新聞都會播到什麼 大摩又在說什麼啦 然後這一季的分析師指出 怎麼可以怎麼做什麼的 但是往往都還互相抵觸 然後沒有市場上面一致的消息 那到底應該怎麼看那麼多報告 好 我建議不管是看報紙或看報告 訊息是當作參考 因為你要做自己的功課 如果你光聽別人去買的話 那賠錢你不能怪別人 只能怪自己 就看訊息只能當作參考 所以答別方來講 像你問到分析師報告 第一個分析師報告 我們是寫給我們的客戶 就所謂的外資看的 不是給散戶看的 因為外資他每年付很多錢 來買這個報告 所以是給他們看的 那我常開玩笑 當然可能講大家會生氣 就是說很多散戶看報紙的報告 他們沒有花錢 就都花個20塊買報紙 所以很多是說便宜的沒好貨 或者說便宜是最貴的 對 他沒有花錢 看到報告是舊的新聞 又是二手的 他們看到的時候 外資早進場 所以不管對錯 這個已經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我看到是昨天的新聞 因為我們的報告是給外資看的 那可能記者拿來引用 那是好幾天後的事 第一個不管準不準 那個是舊新聞 所以你聽他賠錢不能怪別人 對 就是我也常開玩笑說 假設分析室到底不全對 那我們寫錯的話 我都開玩笑說 罵我們的人 如果是我們客戶罵我們 我覺得值得 散戶罵我們 因為他也不是我們客戶 他也沒有付我們錢 他們自己亂聽別人講 那出事跟我們 我不能負責他們自己亂聽 第一個 第二個跟看新聞一樣 跟看您節目一樣 我們看節目新聞 我第一個是看誰寫的 誰寫的很重要 對 因為不管是那個 風傳媒或您節目 重點是主持人最重要 主持人最重要 就是要看主持人 主持人換了節目就不一樣 分析師也是 對 你不能看招牌 高盛摩根就是 mean nothing 就是沒有意義的 要看誰寫的 因為分析師會動 就跟你買基金一樣 要看誰的基金經理人 要跟人走 因為人走就完全不一樣 不能觀看招牌 所以像我看報紙 一定看是哪個記者寫的 因為記者我也很熟 如果是很資深的 就可以寫 菜鳥的話 就比較沒那麼公信度 因為分析師 我們都有排名 排名每年會票選出來 就看誰寫得比較好 比較公信力 這個票選這個看得到嗎 我們在哪裡可以看到 對啊 一般人怎麼會有這種資訊啊 報紙都會寫出來 報紙都會寫是不是 好想都沒有發現 趕快來報告一下 那市場上面也常常會說 什麼東西要含買進 然後很多這種消息 不論是品牌說的 還是分析師說的 那這個時候都吵得那麼熱了 散戶當然看到會想說 我要趕快抓緊這個時機 這樣子的操作是 完全不行 立刻搖頭 完全不行 還沒講完就已經搖頭了 完全不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上報已經好幾天後了 變舊新聞了 對 該進場出場都已經做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有點跟報紙又很像 你通常看分析師報告 你不能看標題 要看內容 因為買進或賣出 要看它為什麼 就是它的理由 可以自己做分析 因為買進賣出 很多東西是不太對的 而且有個錯覺 就是好公司 不一定要買 因為我買股票的目的是賺錢 我買股票的目的 不是要買好公司 假設好公司如果太貴 我還是會賣出 所以好公司我賣出 公司老闆對我不高興 我會解釋說我不是說你公司不好 我說你股價太高 壞公司也可以買進啊 壞公司跌太多 因為我的目的是賺錢 不是買好壞公司 所以有人會誤解 所以不能光看買進跟賣出 不能光看目標價 要看它怎麼做出來的 像之前紅海200塊目標價 就是像我看到200塊目標價 我第一個就問說 200塊是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你要看它後面的原因 不能光看標題 那200塊我看了之後 就是它是15乘13乘出來的 就是說 13塊的EPS 跟15倍的本益比 才200就這樣乘出來 所以我知道它怎麼乘出來的 我一看 兩個字不可能的數目乘出來 對 它不可能有13塊EPS 紅海從來沒有到15倍的 那個本益比 所以我看就覺得說 這個不一定對 至少 就是我不是看標題 我看它怎麼算出來的 或有什麼理由 像我才說 不管報告或新聞 拿來當作一個資訊 當作你分析的一個數字 然後自己做判斷 不能光看它標題 是 不過就外資報告 很多人就講說 外資報告 這次出報告的時候 他們其實背後都在偷偷的出貨 有這可能性嗎 這也是完全錯誤的 也是誤區是不是 完全錯誤 完全錯誤 所以我在巴克蘭排第一名 高聖 摩根 這些摩根 花星 他們分析師都很優秀 他們也是笨的 各個山頭的第一名都有 他們都很聰明 每年跟他們比 要拿第一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壓力蠻大 所以我才一直想說 看誰寫的很重要 因為像我們這種老鳥 或比較資深的 我們寫就是比較穩一點 新出來的分析師 你想要一泡而喉 你只能要叫一些很瘋狂的 就是兩百塊 萬一壓中的話 就一泡而喉 那沒壓到又不怎麼樣 反正就沒有什麼名 所以我說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像以前那個TechBubble 就是泡沫的時候 那個Amazon有個分析師 就壓Amazon 就一泡而喉 他就亂壓就壓中了 那個叫Henry Blodgett 那個我們都很記得 但是他就算有名 也持不久 他總不可能又持續壓 然後又持續中 持續喉 他中一次就好了 他中一次就被高興挖角 他就整個就持來 而且接下來他講什麼 其實都會影響到市場 對 所以你要看 一想到看誰寫很重要 因為大家可能想法目的不一樣 像我們就像我們 資深就沒有必要說 好像去花種取種這樣子 好的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這個也是外行人講出來的 對啊 因為投資部門 我們投資銀行 第一天上課就是法律問題 我們對法律 就是compliance很重視的 每個部門都有所謂的 Chinese Wall 就是有牆每個部門 所以我們研究部 跟銷售部 是完全看不到對方的東西 所以我們寫什麼報告 他賣什麼股票 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剛好碰巧 我們說賣 我們說買進他賣 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不可能什麼串通 覺得那完全犯法 而且我們根本不會講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他們所謂 銷售部賣的股票 像巴克萊好了 不是巴克萊賣的 是巴克萊客戶要賣的 巴克萊客戶要賣 見過我們賣 假設股票我說買進 他賣出 我們客戶要賣什麼 他們就接單賣單 就跟銀行也完全沒有關係 跟銷售也沒有關係 是客戶要賣的 所以我說很多講這個話 是完全不懂這個行業的 而且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話 你把一年的數字全部抓出來 我保證你一半是對一半是不對 表示說這兩次完全沒有關聯 剛剛我常常在看您的分析 還要看您給年輕人的意見 你常常會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其實投資 是沒有辦法一系致富的 那我觀察您的職業生涯也很久了 其實你過去二十年 都在替大的品牌服務 然後算是打工族 對不對 那現在年輕人他也會很想說 在職場上面到底有沒有什麼 生存的法則是您可以濃縮您二十年的職場經驗 然後跟我們醍醐灌頂上 其實我當初寫這本書 我本來是想跟大家討論一些職場觀念 是 然後後來他們覺得說賺錢很重要 所以加了賺錢這一段 都有 其實最重要的是職場觀念 我常舉個比方就是 就像你有一部很漂亮的跑車 你不管跑車多漂亮 你要有油才跑你動 所以我講的是油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把技術打好了 不管你做什麼事 投資啊或主持媒體 都可以斷打錢 那那個油是什麼 好就是做事的習慣 做事的態度 我書裡我講最重要的一個習慣 就是行動的習慣 那麼多習慣排第一就是行動的習慣 因為什麼東西你不去做 就完全沒有成果 很多人去講講就好 很多人計畫班也不敢做 很多怕犯錯都不行 就是做就對了 在犯錯的話也可以學到東西 你剛剛提到我做十五份工作 十五份工作聽起來好像很棒 很多經歷 不過你仔細想想 你有好工作的話 你是不會換的 十五份工作表示說 我的工作生涯很坎坷 一直有狀況 然後一半都是被炒魷魚的 很坎坷 要不然沒有人會換那麼多工作 你想換工作 新老闆新同事多辛苦啊 對啊 對我在大陸住過兩年 我正去為了打工去 住到大陸去 還不是出差 全球我剛剛提到 我飛了250萬英里 全球飛了100圈 我光那個軍越飯店 我都住了1000個晚上 就那三年呢 光一個飯店住了三年多 20年住了三年 還有別的飯店 那麼辛苦 就是要去闖 然後犯了很多錯誤 所以小路回答你的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去行動 那其實時間也過得很快嘛 楊大哥 今年其實又算 已經快要結束了 2019年要結束了 每一年都會想要提前一點 去制定一下2020年 下一年我們想要 達成的目標啊 習慣啊 在公司裡面做到的成果這樣子 您跟這麼多成功的客戶 一起交往過 相處過 然後也服務他們 他們成功人士的習慣 到底是怎麼去規劃 然後提前去管理自己的 下一個年度 好 另外一個故事 美國一個以前最有名的人 叫Andrew Carnegie 他是以前的鋼鐵大王 以前最有名的人 不是那個 Carnegie 不是訓練人 訓練那個叫 Dale Carnegie 對 同樣的 last step 同樣的鋼鐵大王 是首富 他有一次 他碰到一個顧問 他就跟顧問說 你教我怎麼樣管理時間 我就給你一筆 那個應當的費用 故意給他這個建議 然後他拿幾百萬美金 就今天的幾百萬美金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 他的秘密 就幾百萬美金的秘密 他怎麼樣這樣 就這個 To Do This OK 就是每天早上 或前天晚上 你要把當天要做的東西 全部列下來 列四個東西 然後排線後的順序 就這麼簡單 這個東西讓卡奈基 他願意寫幾百萬支票 付給這個顧問 就對他來講 這個價值 是這麼有價值的一個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 你把每天要做的東西列出來 排線後的順序 做完當然最好 做不完的話 你把重要的東西先做完 所以我們外資也常講 就是說 你一定要排線後持續 因為我們事情 是永遠做不完的 永遠做不完 你只能把重要的東西先做 其實這個概念 聽起來很簡單 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順著提一個概念 就你剛剛講做很急的事情 很多時候 急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 那把這個順序搞混了 就是你又急又重要當要做 對 很多次急不重要 我們就不應該做 像接電話 接電話 電話一響就很急 是完全不重要的 所以你把這個弄清楚 就是你把重要跟急 這分清楚 就跟那個卡奈基斯列子一樣 排線後持續 你光這點能每天做好的話 保證你效率成長很多倍 對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因為回歸來 因為夢想青山中間 還有一個中期目標 對 中期的話就是5到10年的目標 因為其實很多5到10年的目標 你不計畫是做不到的 而且 我打個比方好了 假設說 我的目標是月薪要20萬 假設說 那我中期目標就是我10年要升到20萬 月薪 那我就會看說 我現在可能是職員 我要升到什麼鄉里啊 副里一直升上去 然後就是有目標 可能兩年升這個 兩年升這個 目標 然後發現說 我升到10年 那個職位也賺不到20萬 如果這麼要訂出來 發現我怎麼升到20萬 那我就應該換工作 中期目標就是讓你看 這個所謂的road map 這個地圖 看到你到底要做什麼 答不答得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換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 我就看我隔壁的人做了20年 那薪水也不會如此 我一看就不對了 就趕快換了 就是你目標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看到你前面是什麼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做做做 做到10年後才發現 怎麼才這樣子 所以todo日子是每天做的 中期目標也是實際的 5年10年先計劃好 你幾年要升級薪水多少 然後最後這夢想就是 什麼都沒有設限 就三個不同的概念一起做 其實你這個表 我想特別提一個夢想清單 夢想清單 對我覺得這個是很少人想過的事情 那通常我們什麼目標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每天做什麼 我覺得夢想清單 這三個我覺得 這個對我幫助蠻大 很多人沒有想過 很多時候我們設立一個目標 會東想西想 會想說可能我太年輕或太老 或沒錢 就很多色限 你夢想清單你要想的東西 是你沒有色限的 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像你要賺幾億都可以 就是這個好處就是 你怎麼想都是對的 這樣目標才有意義 不要為自己設限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 因為你做短期中期目標 是真的要有些時機要考慮 對 可能養家小孩或什麼 那是對的 我很簡單的話就是說 你什麼都不要設限 這個聽起來就自己很有興奮 很有熱情的目標 這東西你多設立幾個 其實我書裡有寫到 是滿有力量的 是 那具體來說怎麼做呢 比如說很低潮的時候 我就想一下這個嗎 不是 我了解楊阿哥的意思 因為很多人 你問年輕人的時候 你想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想 我想做這個 可是我沒有錢 我想做什麼 可是我沒有錢 對 對 就針對這一點 也就是說 因為楊阿哥從這一點 看出人的特質 他還沒有開始 他就自己自我設限 所以他在行動力上面 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他也會欠缺嘛 對 就是你設這個清單 我有舉個例子 那時候甘乃迪 他說他的夢想清單 把人送到月球再回來 對不對 阿姆斯莊還是我的學長 同學像阿姆斯莊 我們都很驕傲 就是夢想清單 是 你怎麼可能把人送月球 不管你細節 怎麼做不管 就是我的目標就是上月球 對 俄羅斯人已經上太空了 他一定要把人送 而且不是他們做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做 對 在十年內 十年內 所以我才說這個目標 才有熱情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大家都有 你看小路有學到 那你的夢想清單是什麼 五到十年的比較清楚 夢想清單 可能要想一下 俄羅斯人就是要嫁人是吧 你老了解我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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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ministry 謝謝 謝謝